当年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事件,黄海波直接被雪藏,而且他本人也是真的硬气,在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之后承诺不会回娱乐圈,就真的再也没有动过回娱乐圈的心思。 将工作转移到了幕后,从当年的事发生到现在,他再也没有演过一部电视剧。从演员方面看,黄海波退出娱乐圈,确实还挺可惜的,作为一名好演员,也为大家带来过很多优秀的作品。 如今完全离开,确实让人遗憾,而自从离开了娱乐圈,黄海波本人就变得特别低调,微博更是常民,没有动态,用网友的话来说那就是长草了,甚至很多人都怀疑黄海波,是不是不用这个微博账号了,毕竟已经不在娱乐圈了,很有可能都注销了。 结果到了最近,新奇的是居然看到黄海波发微博了,而这次能够让他发微博的还不是他自己,而是电影西红石首富,他再次发微博,就是特意为西红石首富做宣传,还打出了让人快乐的电影的评价,说来还真的挺佩服黄海波的。 你觉得呢?